其實你也幫了我很多 因為當年很多人 因為《孟琳一生》 或者這幾部曲 而認識了林家瑩那一位 還有當年你在我家 唱歌的時候 給我唱歌 我當年都是彈琴的 所以就 等於她是無意中發掘了 不是發掘 發現了 就是你的唱歌都不差 是超好看的 她那時候經常都不肯唱 然後我常常要逼她唱 是HOLDING WORLD 好少有男生這樣 牽著我講心情說話 你繼續吧 他在那邊玩 他在那邊玩 鬆鬆鬆 我自己貴玻璃 我自己貴 對 好 謝謝 對 好 恭喜林家瑩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她是我的私底仔 我認識她的時候 是去F1 因為我們同一間中學 然後我還記得 我當時覺得很奇怪 我做了F4 就玩學校的唱歌比賽 即是聖租的ITQ 沒有聖租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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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裏有些女生來的 男校來的 原來那時候我記得 是唱梁漢文的新聞女籠 對 一開始 為什麼F1 當美軍 要開始 嘖 這樣 落到這麼低音 然後我覺得 這個男生的聲音很特別 然後 我剛才 你知不知道 我特意做一些資料搜集 我在我的電郵裡 看回你第一次 你第一次傳給我的示範 是2013年 真的嗎 開始 然後那時候 其實 有一點遺憾 就是一首歌 你寫了給我 其實我是填了一份字 不過 後來沒有機會 去公開 將這首作品面世 不過 可能大家集中 是有機會把這首歌 充滿 為什麼你現在很害怕 對 為什麼我手抖 因為 過去幾天放假 我們都做了SPA 不幫他們 不發假 我很努力地看了 其他嘉賓的演出片段 我就發覺了一件事 每一個嘉賓出來 他就去抱人 然後 很開心地 女嘉賓就牽著一首唱歌 男嘉賓 要是熱淚盈康 很感動 那你想一下 但是看到我 但是看到我 我覺得真的很委屈 這首歌 那時候 我先拿去 我搞的